中間有凹陷的房子 意思就是說 它的房子是屬於不規則狀的 比較凹陷的 當然要注意破產倒債 一般來講比較嚴重的都是人地 遇到不規則狀的房子 遇到線上的人地 後靠大樓地下室 設有停車場 計程度不規則狀 這個應該是不困難的 房子的後面這場是車道 那當然是怎樣 入衝的意思嘛 對不對 房子的後面是車道 那當然是類似入衝 注意不規則狀 那當然是不規則狀 代表流產 那為什麼被倒櫃 因為計程車道大部分都是往斜往下的 對不對 我們後面看到採流死掉 我們的房子在這裡 那這是前面這上面 正好人家的大樓的車道往下的 那是不是採流處 採流處嘛 對不對 所以一般也代表破財啦 如果是自己能用大樓的車道是這樣子 也是一樣啦 對啊 所以你不要去買到靠近整個設計的車道附近的房子 或者那種大樓的車道的上面 對 不要啊 要進來以前就要在車道附近啊 所以常常在破財啊 都是有人替他花錢啊 對不對 對 我是你的意思是說 電動大樓的車道 其實你不在那一棟大樓 你坐在旁邊的房子 你的房子馬很靠近這個 也一樣啊 都會影響到 反正就是不要在車道附近啊 車道它不會是平的 它一定是往下的嘛 我怎麼這樣講很多像 全部都是這樣 對 很多的沒有地下 你剛剛講的對面一定會有住家 還有自己的道 那你就不要去買那一棟就好了 有交的就交你不要去買啊 沒有交的他自己虧了 誰叫他不來學嘛 就花個幾萬塊來學 他就可以省更多啊 他就不來學 所以說虧得更大 像近來來學的時候 你虧了幾百萬 真的嘛對不對 他一定虧了很多啊 他真的馬上在車道上面啊 車道旁邊的上面啊 上次我就跟他講會有影響 當然是樓承有關係 好像他只是在四樓啊 不然的話他現在就跑不浪 一頂下面就一頂 一頂下面就一頂 對啊 因為他車道不會是平的 他一定往下往上的嘛 車道不會是平的 別表別是一樣 反正只要在車道的旁邊 前面後面都不行 沒有 怎麼會距離 幾公里內啊 幾公尺 那不是叫幾公尺以內 反正你在臨旁邊的話 就是臨旁邊來動 雙邊嘛 那前面的話就是一條馬路而已 那要幾公尺 後面也是一個馬路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後面如果有一棟 載車道根本就跟你沒關係嘛 對不對 一定是你正馬是在馬路對面的私車道 不然就是正後面是車道 中間都沒有零別的房子嘛 所以你不管他幾公尺都算嘛 載遠也是算 然後兩邊的話就是 你是車道載兩邊 已經就是你那一棟嘛 這樣聽懂嗎 是不是 對啊 那今天沒有地方可以住 怎麼會呢 那大陸裡面有好幾棟 A棟 B棟 C棟 B棟 你不要坐在臨旁道那一棟就好了 其他棟都不會影響 怎麼會呢 而且你棟會有好幾步嗎 他兩個樓梯口 從樓上那裡比較不好 那個比較隱藏比較巧 或者是樓上可以等到這裡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你們的問題 車道在這個地方 車道 車道從這裡進來 比如說這裡是 這是一個社區 這是一個社區 社區的頸位是在這裡 頸位是在這裡 對不對 大門從這裡進來 然後車子從這裡進來 車道下去嘛對不對 這裡是A棟 這裡是B棟 這裡會影響嗎 你就不要選在這一棟就好了 其他連這一棟都不會影響 因為你已經跳了一棟 這聽懂嗎 就是車道那個傑坡散 因為你這裡一個社區 肯定了好幾棟的 不會只有一個棟 這樣聽懂嗎 那是地下室有可能 動的動的 一般那是地下室 我講是車道 哪一棟哪一個社區沒有地下室 我問 防掉車道 車道口 車道這個 斜坡口 這個也算啊 你這裡如果正好對面有房子的話 這裡正好有一個別人的社區的房子 要是對道車道 這個也是不行的 那這一戶也是不行的 這一戶 如果這是別人的社區 這一戶也不行 就是緊淫車道的這些都不行的 那後面這一戶也不行的 雖然車道是從這裡下來的 但是這個是這一戶 這樣也不好 那如果車道是從這裡下去的話 那這一戶都不好 所以這兩戶 這一戶是最不好的 這一戶是看著車道下去 這一戶是背車道的 這一戶還好一點 反正車道的路徑為什麼不好 地氣不穩定 對不對 所以說零大樓的車道 前後左右都不能走 最好不要是麻煩 零大樓的車道 大樓的車道一定是車子進出非常多的 一個社區如果都是這個進出的話 你看一天出入的車量有多少 對不對 一天出入的車量非常的多 那非常的多的話 你這個地勢怎麼會有一定呢 地氣不穩是前後怎麼會有影響 老師這個應該包括那個 外星道路的寒動 或者火車道寒動 那個不一樣 那個也是下後下去 那個寒動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 那個本來就是已經是馬路了 那個是馬路 這個是車庫的車道不一樣 就是馬路不一樣 你只要是馬路寫下去的或怎樣寫不管是不是攔動 都是一看順水逆水局來論 這樣聽懂嗎 對啊 車道不一樣車道 一般來講是不好啦 他雖然也是這樣車子上來的 是衝到的 但是也是這樣看下去的 一樣的道理 後告有高駕道路或捷運系統是貼腳或反攻 門過亦有精神不安之要倒在雪光衣 這個應該是比較簡單的啦對不對 高駕橋切到房子 那如果高駕橋或捷運 他那個切到房子又是反攻來切的 好像是一隻圓刀 腕刀 對不對 好像是一隻腕刀腰斬 那這個嚴重喔 像輕則精神不安吃藥 重一點被倒在破採再嚴重雪光意外 這叫做嚴重性的力道 所以要看說那一個道路多大 他如果那高駕橋或捷運那個運量是很大的 流通量是很大的 或者高駕橋很寬那一種的話 那可能就是雪光意外 如果是車子比較少的話 可能是倒在破採 那如果是沒有反攻 只是很過癮的話 那可能就有點精神不理吃藥 那是磁場沒關係 所以你看台北很多住在捷運附近的 聽說價錢都還比較高 那在那個地方就算算了一半的價錢 我都不會去買 還價錢高 對不對 價錢都只是交通便利啊 住在裡面久而久就出問題啊 但是捷運很掌握啊 有沒有 很掌握啊 什麼會沒關係啊 你被他壓著啊 高樓 那一般來講 那如果是捷運 它是這樣子的話 這是捷運的高駕 這樣子好不好 那這是一個一棟大駕 正在捷運附近 比如說這樣子 好 這樣子 高樓這樣 當然是 直切的這一兩棟是最嚴重的 這兩棟最嚴重的 被切的那一棟 上下一兩棟最嚴重的 接下來就是下面嘛 這是被捷運高價壓著這個也不好啊 那越高的話 力道越輕嘛 那也是這樣子的啦 越高的話 力道越輕 但是都會影響 為什麼都會影響 你這裡有捷運的強迫 如果這邊再跑的話 氣場肯定是不穩定的 都會影響 不曉得有什麼道理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氣嘛 所以這邊的氣怎麼會穩定呢 每天說捷運跑來跑去 我問你啦 這邊如果是火針跑過你站在我的旁邊 會被吸進去 會被吸進去耶 對不對 那個就是氣嘛 所以你這裡捷運在跑 那個車子很快 這邊的氣 越近的話這兩棟氣最穩定 最嚴重 接下來是下面 因為這裡可能會比較濁氣 那接下來的影響比較強 因為這是開放的空間嘛 越開放 影響越小 但是都會影響 所以說捷運附近的房子我根本都不可能 我來去考慮 對不對 捷運附近的房子根本都不用考慮啦 有些人還覺得那裡貴 炒房加著炒捷運房 那不懂風水 那不懂風水 根本都不懂風水 台北市民在看 住久的台北市人 百分之現在氣得病人越來越多 肇育症越來越多 然後壓力越來越大 你看啊 很多建設動物高價一直疊一直疊 你看那個都市怎麼會投入 本來就往地下啊 本來就是要走地下啊 你看看啊 我們台灣的捷運為什麼都往走高價 因為沒錢啊 走高價成本低啊 地下的成本大概是高價的 差不多三到四倍 欸 差很多 那風水運走地下 是不是地下的 跟第七溫步 那不會啊 那不會 你放心 那絕對不會 因為他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走地下的時候 他是整個是 就像我們地下停車場那種網路走 那不會 第七溫步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的一流 我當成 乘付過自己的車道 那是不行 地下本來就是可以流通的 地下本來就是可以流通的 所以 我們住在大樓 為什麼我們地下室可以當 地下室可以當停車場 地下有停車場 地下二有停車場 地下三樓也停車場 那是不會的啊 因為他本來就是接地氣的 他本來就有接地氣 你把一樓當成車庫的話 那我們這一樓就沒接地氣了 騰空嘛 對不對 還不一樣啊 其實你的房子如果 你應該那一萬是停車場 都可以 我的房子下面地下室是當停車場 沒關係 那本來就是 因為我的房子一樓有接地氣吧 一萬有接地氣 但是我如果一樓 現在有很多的別墅一樓是當成夫內 對喔他沒有另外一樓 那個 從過去就是這樣 對啊然後他就沒有 他就是忍住耳樓 忍住耳樓沒有接到地氣啊 這怎麼可以的 就上次上次就講過啦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政府在做一些建設的時候 他們考慮到成本 但是 考慮到成本是沒錯啦 但是有很多問題啦 我跟你講高架頭多了 整個交通市場都亂了 根本很不能看你從 空門看起來這個叫亂的都市 台北市叫做亂的都市啦 你從地下的地方四種 四種上面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你政府 都不會這樣子考慮 你政府哪會去考慮這些 政府如果會考慮的話 今天政府會不會扮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但是我們公司看電影 我們看電視都會在路上 高度高調的比較不一樣 那就是白的都市啦 東京現在有的比較好 沒有比較好 真正的一切先進的國家 真正的總先進全面要低下 全面要低下 不走空中的 你走空中的整個都亂 你只有走空中的 看起來真的很亂 你怎麼去做 你怎麼做一切整體的都市規劃 沒辦法做 連旅台都沒辦法做 怎麼做旅台 對不對 對 地下成本很高 我跟你講 你連電線都要走地下 四種台北 那沒辦法 高價一坐下來 整個台北市外漫掉 我跟你講 台北市你慢慢看 壓一越大的 壓一越大 當然是都市前進有關係 跟那個四種也很大關係 整個氣場都灼掉了 好 這個就是 玄武幫的一些 行善的路 好 有沒有問題 給我